整个缅甸都在打仗,缅昂来一意孤行要刚到底,缅军司令缅昂来已经发现事情不对劲了,几乎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对准了缅昂来,都指责缅甸军方2021年发动政变后导致国家陷入无序,表示强烈不满,其实这就是要推翻缅昂来。 此次缅北冲突是2021年缅甸军政府夺权后面临的最严重的军事危机,而缅昂来没有选择和平对话,而是选择了刚到底,最近缅甸军方成立的国家管理委员会,缅昂来称缅甸可能分裂,缅昂来输不起,因为一旦老街失守,将会迅速在缅甸全国引发连锁反应,因为国敢同盟军一旦夺取老街, 就意味着缅军哪怕有一个野战旅防御,哪怕还有数千武装民团参战,哪怕还有缅甸空军轰炸,也无法阻止地方民族武装夺取一个缅军严民设防的城镇,缅军一个旅再加上数千民兵都守不住一个县城,这将极大打击缅军坚守城镇的信心,同时还将极大鼓舞其他地方民族武装士气,鼓励各个地方武装对缅军各个据点发动猛烈攻势,最让缅昂来担心的是缅甸保卫军战斗力突飞猛, 在2021年政变的时候,昂山素季的保卫军还只是装备有警察用枪械,弃枪和猎枪,在缅军装甲部队打击下损失惨重,溃不成军,但是现在仅仅两年时间,保卫军就卷土重来,而且有了超过两万人的武装力量,无论是果敢,克钦,克伦,还是瓦邦对于缅甸军政府来说都是边境小势力,无法撼动那比都河仰光,无法取得缅族支持, 但是昂山素季的保卫军却是缅族人组成,这就不是边境地区民族武装小打小闹了,这是缅甸军政府的基本盘缅族人内部出现了大规模反对派武装力量, 这将有可能导致缅甸主流民意开始支持保卫军,因为保卫军的参战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情况,那就是缅甸主流社会对地方民族武装攻打缅甸正规军并取得一定成绩的行动,表示支持和欢呼, 这是缅甸自建国以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而保卫军的核心是全缅甸学生阵线,还有大批缅军和缅甸警察参加保卫军,这才是让缅甸来最害怕的事情, 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老街的地主武装头子白锁城,而是内比都的敏昂来大将,在缅北地区,国感同盟军,德昂民族解放军,若开军, 克庆独立军,结成缅北军事联盟,也就是北方联盟,而昂山素纪的保卫军,还有克伦尼民族防卫军,克伦尼军, 克业帮武装团体也已经联合起来,现在与缅军作战的有两大地方武装联盟,加起来有近十万部队, 虽然病例还不如缅军,武器装备比较差,还没有空中优势,但是地方武装控制着农村地区, 多点爆发,全面袭扰,打得缅军狼狈不堪,缅军想不到国感军这么能打, 这一次在战场上,缅军还发现国感同盟军等部队技战术水平有了一个极大的提高, 在战场上,国感同盟军技战术动作非常简洁快速,会有无后座炮分队抢占高地,步兵小队两一包抄, 重极枪进入侧翼发射阵地,整个过程非常流畅,因此国感同盟军经常是20分钟, 30分钟就能夺去缅军一个防御严密的制高点,再看看阿富汗战争, 美军攻打塔利班一个山头小发射阵地,不秃突一万发子弹, 美军步兵都不带动窝的,看看俄乌战场,看看袈裟战场, 看来看去都是各种缩在装甲车旁边,等着把房子全打烂了, 才前进几步,极少有快速前进的画面,俄军这边经常看着步兵端着枪, 然后举枪瞄准,开火,然后再看乌军在英国受训, 也是拿着枪,举枪,瞄准,三点一线,双方能对射一个月, 无论是俄乌战场,还是袈裟战场,很少看到快速的两一包抄, 在战场上,国感同盟军先出动无人机对缅军据点视频拍摄, 然后多架无人机冲过来轰炸,一架无人机就能挂在二十多个枪榴弹, 多架无人机上百个榴弹扔下来,阵地上的缅军步兵牌就会被炸得鬼哭狼嚎, 缅军一旦败退,缅军士兵扛着枪在地上拼命地跑, 天上无人机就追着炸,国感同盟军步兵在重击枪和排击炮支援下, 就从两一猛烈包抄切断缅军退路,将其申请活捉, 打到现在,缅军都没有有效的反制战术,俄乌战场上的世界第二军俄罗斯, 加沙战场上中东小霸王以色列都无法完全切断无人机攻击, 更何况东南亚穷国缅甸军队,过去老街四大家族都能打得国感同盟军躲进山里, 缅军更是能把国感同盟军按在地上摩擦, 但是现在国感同盟军摧库拉朽一般已经夺取缅军176个据点, 打得缅军第16野战旅在老街损失惨重, 天天呼叫增援,再不增援就要顶不住了。